第一章,外乡人 我是一个失败者,几乎不怎么注意阳光灿烂还是不灿烂,因为没有时间 我的父母没法给我提供支持,我的学历也不高,孤身一人在城市里寻找着未来 我找了很多份工作,但都没能被雇佣,可能是没谁喜欢一个不擅长说话,不爱交流,也未表现出足够能力的人 我有整整三天只吃了两个面包,饥饿让我在夜里无法入睡 对,幸运的是,我提前交了一个月房租,还能继续住在那个黑暗的地下室里 不用去外面承受冬季那异常寒冷的风 终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医院首页,未停尸房首页 医院的夜晚比我想象的还要冷,走廊的闭灯没有点亮,到处都很昏暗 只能靠房间内渗透出去的那一点点光芒帮我看见脚下 那里的气味很难闻,时不时有死者被塞在装饰袋里送来 我们配合着帮他搬进停尸房内 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但至少能让我买得起面包 夜晚的空闲时间也可以用来学习 毕竟没什么人愿意到停尸房来,除非有尸体需要送来或者运走焚烧 当然,我还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书籍,目前也看不到攒下钱的希望 我得感谢我的前任同事,如果不是他突然离职 我可能连这样一份工作都没法获得 我梦想着,可以轮换负责白天,现在总是太阳出来识睡觉 夜晚来临后起床,让我的身体变得有点虚弱 我的脑袋偶尔也会抽痛 有一天,班公送来了一具新的尸体 听别人讲,这是我那位突然离职的前同事 我对他有点好奇 在所有人离开后,抽出柜子 悄悄打开了装饰袋 他是个老头,脸又青又白 到处都是皱纹 在非常暗的灯光下,显得很吓人 他的头发不多,大部分都白了 衣服全部被脱掉 连一块布料都没有给他剩下 对于这种没有家人的死者 班公们肯定不会放过额外赚一笔的机会 我看到他的胸口有一个奇怪的印记 青黑色的,具体样子我没法描述 当时的灯光实在是太暗了 我伸手触碰了下那个印记 没什么特别 看着这位前同事 我在想 如果我一直这么下去 等到老了 是不是会和他一样 我对他说 明天我会陪他去火葬场 亲自把他的骨灰带到最近的免费公墓 免得那些负责这些事的人嫌麻烦 随便找条和找个荒地就扔了 这会牺牲我一个上午的睡眠 但还好 马上就是周日了 可以补回来 说完那句话 我弄好装饰袋 重新把它塞进了柜子 房间内的灯光 似乎更暗了 那天之后 每次睡觉 我总会梦见一片大雾 我预感到不久之后 会有些事情发生 预感到迟早会有些不知道 能不能称之为人的东西来找我 可没人愿意相信我 觉得我在那样的环境下 那样的工作里 精神变得不太正常了 需要去看医生 坐在吧台前的 一位男性客人 妄想突然停下来的讲述者 然后呢 这位男性客人三十多岁 穿着棕色的粗泥上衣 和浅黄色的长裤 头发压得很平 手边有一顶简陋的深色原礼帽 她看起来普普通通 和酒馆内大部分人一样 黑色头发 浅蓝色眼睛 不好看 也不丑陋 缺乏明显的特征 而她眼中的讲述者 是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身材挺拔 四肢修长 同样是黑色短发 浅蓝色眼双眸 却五官深刻 能让人眼前一亮 这位年轻人 望着面前的空酒杯 叹了口气道 然后 然后我就辞职回到乡下 来这里和你吹牛 说着说着 她脸上露出了笑容 带着几分 促侠意味的笑容 那位男性客人 证了一下 你刚才讲的那些 是在吹牛 哈哈 吧台周围 爆发了一阵笑声 笑声稍有停息 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 望着那略显尴尬的客人道 外乡人 你竟然会相信 卢绵安的故事 他每天讲的都不一样 昨天的他 还是一个因为贫穷 被未婚妻解除了婚约的倒霉蛋 今天就变成了首诗人 对 说什么三十年 在三轮左河东边 三十年在三轮左河右边 只知道胡言乱语 另一位酒馆常客 跟着说道 他们都是科尔渡 这个大型村落的农夫 穿着霍黑霍霍霍霜的短上衣 被叫做卢米安的黑发年轻人 用双手撑着吧台 缓慢站了起来 笑眯眯说道 你们知道的 这不是我编的故事 都是我姐姐写的 她最喜欢写故事了 还是什么 小说周报的专栏作家 说完 她测过身体 对那位外来的客人 摊了下手 灿烂笑道 看来她写得真不错 对不起 让你误会了 那名穿着棕色 粗泥上衣 外貌普通的男子没有生气 跟着站起 微笑回应道 很有趣的故事 怎么称呼 询问别人之前 先做自我介绍 不是常识吗 卢米安笑道 那名外乡来的客人 点了点头 我叫莱恩 克斯 这两位是我的同伴 瓦伦泰和利亚 后面那句话 指的是 就坐在旁边的一男一女 男的二十七八岁 黄色的头发上 铺了点粉 不算大的眼睛 有着比湖水蓝 要深一点的颜色 穿着白色马甲 蓝色细腻外套 和黑色长裤 出门前 明显有过一番精心打扮 她神情颇为冷漠 不怎么去看周围的农夫 牧民们 那位女性看起来 比两位男士年纪要小 一头浅灰色的长发 砸成复杂的发际 包了块白色的面纱 充当帽子 她眼眸与头发同色 望向卢米安的目光 带着毫不掩饰的笑意 对刚才发生的事情 似乎只觉得有趣 酒馆煤气壁灯照耀下 这位叫做利亚的女性 展露出了挺翘的鼻子 和弧度优美的嘴唇 在科尔都村这样的乡下 绝对称得上美人 她穿着白色的舞者羊绒紧身裙 配米白色小外套 和一双马歇尔长靴 面纱和靴子上 还分别系了两个银色的小铃铛 刚才走进酒馆的时候 一路叮叮当当 非常引人瞩目 让不少男性 看得目光都直了 在他们眼里 这得是神福比戈尔 首都特利尔这种大城市 才有的时尚打扮 卢米安对三位外乡人点了点头 我叫卢米安里 你们可以直接叫我卢米安 咦 利亚脱口而出 怎么了 我的心有什么问题吗 卢米安好奇问道 莱恩 科斯帮利亚解释道 你这个心让人恐惧 我刚才都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 见周围的农夫 牧民们一脸不解 他进一步解释道 接触过水手 海上的人都知道 五海之上 有这样一句话流传 宁愿遭遇那些海盗将军 乃至王者 也不要碰到一个叫做弗兰克里的人 那位的姓也是李 他很可怕吗 卢米安问道 莱恩摇了摇头 我不清楚 但既然有这样的传说 那肯定不会差 他终止了这个话题 对卢米安道 感谢你的故事 他值得一杯酒 你想要什么 一杯绿仙女 卢米安一点也不客气 重新坐了下来 莱恩 克斯微皱眉头道 绿仙女 苦爱酒 我想我需要提醒你一句 苦爱对人体有害 这种酒有可能导致精神错乱 让你出现幻觉 我没想到 特利尔的流行风向 已经传播到了这里 旁边的丽雅 含笑补了一句 卢米安嗷了一声 原来特利尔人 也喜欢喝绿仙女 对我们而言 生活已经足够辛苦了 没必要在乎多那么一点伤害 这种酒 能让我们的精神 获得更大的放松 好吧 莱恩坐回位置 望向酒保 一杯绿仙女 再给我加一杯辣心口 辣心口是有名的水果烧酒 为什么不给我也来一杯绿仙女 刚才是我告诉你真相的 我还可以把这小子的情况 原原本本说出来 第一个揭穿 卢米安每天都在讲故事的 受血中年男子不满喊道 外乡人 我看得出来 你们对那个故事的真假 还有怀疑 皮尔 为了免费喝一杯酒 你真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 卢米安高声回应 不等莱恩做出决定 卢米安又补充道 为什么不能是我自己讲 那样 我还可以多喝一杯绿仙女 因为你说的情况 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叫做皮尔的中年男子 得意笑道 你姐姐最爱 给孩子们讲的故事 可是狼来了 总是撒谎的人 必然失去信用 好吧 卢米安耸了耸肩膀 看着酒保 将一杯淡绿色的酒 推到自己面前 莱恩望向他 征询道 可以吗 没问题 只要你的钱包 足够支付这些酒的费用 卢米安魂不在意 那再来一杯绿仙女 莱恩点了点头 皮尔顿时满脸笑容 慷慨的外乡人 这小子是村里 最爱恶作剧的人 你们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五年前 他被他姐姐奥罗尔 带回了村里 再也没有离开过 你想 那之前 他才十三岁 怎么可能去医院 做首诗人 嗯 离我们这里最近的医院 在山下的达猎日 要走整整一个下午 带回村里 丽雅敏锐问道 他略微侧头 带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皮尔点了点头 奥罗尔是六年前搬来定居的 过了一年 他外出一趟 带回了这小子 说是路上捡的 是个流浪 快要饿死了 打算收养 然后 他就跟着奥罗尔信里 就连名字鲁米安 也是奥罗尔取的 原本叫什么 我都忘了 鲁米安喝了口苦爱酒 笑嘻嘻说道 看起来 他对自己的过去 被这么抖露出来 一点也不自卑和羞耻 PS 今天是小柯的生日 希望 这份贺里他能够喜欢 笑 第二章 乐作剧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会是这样的情况 莱恩很有礼貌地 对鲁米安道了声歉 鲁米安黑黑笑道 这是不是只有一杯绿仙女 不等莱恩回答 他转移了话题 幻象人 你们来科尔渡做什么 收购羊毛 皮哥 科尔渡有不少居民 以牧羊为生 莱恩无声松了口气 抓住这个气机道 我们来拜访你们村永恒 列阳教会的本堂神府 纪姚姆贝内 可他既不在家里 也不在教堂 不用说是哪个教会的 科尔渡只有一家教会 喝了莱恩免费苦爱酒的皮埃尔 好心提醒了一句 吧台周围的其他本地人 各自喝着酒 没谁回答莱恩的问题 似乎那个名字 代表着某种禁忌 或者权威 不能随便谈论 卢米安喝了口酒 思索了几秒道 我大概能猜到 本堂神府在哪里 需要我带你们去吗 那就麻烦你了 丽雅没有客气 莱恩跟着点了点头 等你喝完这一杯 好的 卢米安端起酒杯 咕噜咕噜喝完了淡绿色的液体 他把杯子一放 站了起来 走吧 真是太感谢了 莱恩边招呼瓦伦泰和丽雅起身 边向卢米安致意 卢米安脸上露出了笑容 没关系 你们听了我的故事 我又喝了你们的酒 大家算是朋友了 对吧 是的 莱恩轻轻点头 卢米安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伸出双臂 似乎要给对方一个拥抱 与此同时 他热忱说道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的卷心菜们 本准备迎接拥抱的莱恩 一下将注 卷心菜 他的表情既茫然又尴尬 瓦伦泰和丽雅亦是如此 这是我们对朋友的爱称 达列日地区的人都知道 几百年来都是这样 卢米安一脸无辜的解释 相信我 我的卷心菜们 丽雅忍不住环顾了一圈 带起叮叮当当的声音 皮埃尔等人相继点了点头 表示卢米安这次没有撒谎 可他们脸上的笑意 却似乎在说 他们很高兴 看到外乡人吃不消 这么亲热的称呼 卢米安摸了摸下巴 不喜欢吗 那我换别的 也是用来称呼朋友的 我的兔子们 我的小鸡们 我的鸭子们 我的小羊羔们 你们喜欢哪个 莱恩的表情愈发僵硬 瓦伦泰皱起了眉头 丽雅好气又好笑地回答道 还是卷心菜吧 至少他听起来正常一点 呼 莱恩悄然吐了口气 按了按瓦伦泰的手肘 微微汗手道 听起来 都是家里珍贵的东西 不等卢米安回应 他侧过身体 对酒保道 买单 二菲尔金 酒保扫了眼巴 台上的杯子 莱恩负账的时候 丽雅转移了话题 卢米安这个名字 很少见啊 至少比什么皮埃尔 记瑶母好 卢米安笑道 你要是在这里喊一声皮埃尔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回应你 再喊一声纪瑶母 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回应你 而这位 他指了指 正喝着免费酒的受血中年男子 他全名是皮埃尔 纪瑶母 丽雅应景地笑了笑 算是把卷心菜的话题 糊弄了过去 临出酒馆前 卢米安回头扫了一圈 怎么了 丽雅好奇问道 卢米安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今天不止你们三个外乡人到酒馆 之前还来了一个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什么模样 莱恩神情一正 卢米安回想了下 一位女士 很有气质 一看就是大都市来的 长什么样子我说不出来 要不给你们画 你会画画吗 丽雅对卢米安的秉性也有所了解 警惕反问道 卢米安笑了起来 不会 那还是先去找本堂神府吧 莱恩终止了这个话题 科尔都村的夜晚没有路灯 但并非一片漆黑 高空闪烁的群星 带来了静谧的微光 加上道路两侧部分人家窗口 透出的偏黄光芒 一行四人走得平平稳稳 没过多久 他们抵达了位于村子广场旁的 永恒列阳教堂 偏黑的晚上 这座村庄里最宏伟的建筑 仿佛融进了夜色里 略显朦胧 我们来过这里 没有人 一直冷漠不语的瓦伦泰 皱眉说道 卢米安笑道 正门没有人不表示别的地方没有 说话间 他领着莱恩三人 绕过教堂正面 来到靠近墓园的地方 这里有一扇深棕色的墓门 不等莱恩敲门 卢米安伸手过去 于锁孔位置倒过了几下 吱压一声 他把侧门打开了 这 不太礼貌吧 莱恩皱起了眉头 利亚叮叮当当汗手 我们是来拜访本堂神府的 不是来对付他的 好吧 卢米安非常能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他把那扇木门拉拢 轻轻敲了敲 喂 有人在吗 不回答我就进来了 他声音压得很低 就像在夜里自言自语 教堂内一阵静默 下一秒 卢米安又推开了门 指了指里面 进去吧 莱恩原本想拒绝 可看着门后深邃的黑暗 沉思了几秒后 与同伴对视了一眼 好 他往前迈开了步伐 缓慢但坚定 利亚和瓦伦泰紧随其后 这个时候 利亚两只靴子 和投杀两侧记的四个银色小铃铛 竟然都没有发出声音 昏尘暗淡的环境下 四人往前行进着 忽然 莱恩停下了脚步 压着嗓音道 似乎有什么声音 是啊 卢米安深表赞同 话音刚落 他猛地往旁边一推 哐当又打开了一扇门 那似乎是教堂的告解室 暗淡的星光流入 照出了一张简易矮床 和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壮年男子 那壮年男子 正压在一具白花花的女体上 有那么一瞬间 所有人都镇住了 包括那壮年男子 和他身下的女士 几秒后 那壮年男子扭过头来 冲着莱恩等人怒吼道 婊子痒的 你们破坏了神圣教会的行动 回荡的吼声里 早挪到莱恩等人身后的卢米安 挥了挥手 语速极快地笑道 看来找到本堂神府了 我的卷心菜们 明天见 画到一半 他已是转身奔向侧门 后面那些单词随风飘扬 越来越低 这一刻 丽雅 莱恩和瓦伦泰 脑海里同时浮现出了一句话 那个叫做皮埃尔 继妖母的中年男子说的话 这小子是村里最爱恶作剧的人 你们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高空洒落的星光下 卢米安吹起了口哨 他双手插兜 迈着脚步 悠闲地走在乡间道路上 本堂神府 果然在和普阿里斯夫人偷情 这几个外乡人 一看就有些身份 本堂神府肯定不敢 对他们做什么 他必须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才能阻止 在教堂内偷情的名声流传出去吧 哼 谁让他总想打奥罗尔的主意 我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 内心嘀咕间 卢米安回到了位于村落边缘的家里 这是一座半入地市的两层房屋 一楼 是兼职客厅的厨房 有一个烤炉 和大的灶炉 奥罗尔 奥罗尔 卢米安一边沿着楼梯往上 一边喊道 没人回应他 二楼有三个房间 加一个盥洗室 此时都敞开着门 卢米安相继扫了一眼 没有看到姐姐的身影 他想了想 来到走廊尽头 从架在那里的梯子 爬上了屋顶 橘红色的屋顶 被弥漫的夜色包裹着 中央位置坐着一道身影 正抱着双膝 静静地看着星空 这是一位异常美貌的女子 留着长而后的金发 眼眸浅蓝 五官明念 此时 他目光专注地望着天空 望着那闪烁的一点点璀璨 神情静谧 如同雕像 卢米安没有说话 挪到那女子旁边 同样坐了下来 他围抬脑袋 眺望其远方的山林 听到一阵风 刮过树木的声音 不知多久过去 那女子抬起双臂 毫无形象地伸了个懒腰 奥罗尔 我不明白这样的景色 有什么好看的 值得你经常到屋顶来 卢米安发出了声音 叫姐姐 奥罗尔勾起手指 轻敲了卢米安脑袋下 接着 他叹了口气 神情转暗道 曾经有位哲人说过 这个世界上 值得敬畏的 只有两种东西 一是心中的道德 二是头顶的星空 卢米安看了姐姐 略显忧郁的脸一眼 故意笑道 这道题我会答 罗塞尔大帝说的 不 奥罗尔笑出了声音 他旋即抽了抽鼻子 好看的金色眉毛一束 又喝酒了 这叫交际 卢米安顺势说起 刚才的事情 我遇到了三个外乡人 奥罗尔忍不住笑了一声 我真怕本堂神府 被吓出什么疾病来 下一秒 他脸色变得严肃 卢米安 不要再招惹本堂神府了 他不会对我做什么的 换一个新的来 反而麻烦 可我看到他就讨厌 卢米安话未说完 奥罗尔也是站了起来 他低头望向弟弟 笑了笑道 好了 该睡觉了 我的酒鬼弟弟 说话间 奥罗尔随手一抛 洒出了些许银色的粉尘 然后他整个人飘了起来 如同一只小鸟 从屋顶缓慢飞下 转入了二楼的窗户 卢米安静静看完 急声喊道 我呢 自己爬下来 房屋内的奥罗尔 毫不留情地回了一声 卢米安撇了撇嘴巴 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 他望着夜色里 飞快熄灭的银色光点 轻声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拥有这样的超凡力量 PS 感谢人 在梧桐下打赏黄金盟 感谢SFQK 木白金玉 加兰雪 清零蓄散 威拉0205 路人OARS 虎伪的笔 帝国 情商 悠哉大王小墨鱼 古一川 飞灰黑度 一打赏白银盟 感谢这几天 很多朋友的打赏 还有 黄金盟的加羹 放到上架的时候 正常加羹外 还会有黄金盟的加羹 第三章 梦 卢米安坐在屋顶 没有立刻下去 他脸上的表情早完全收敛 沉浸严肃的样子 与酒馆内那个爱笑 爱恶作剧的青年 仿佛不是同一个人 自从偶然间发现 奥罗尔拥有那些神奇的能力 他就一直想要获得 可奥罗尔总是告诉他 这不是一件 值得羡慕和追寻的事情 恰恰相反 这非常危险 也充满痛苦 所以 他不会同一弟弟 走上这条道路 哪怕他 确实掌握着 让普通人 也能驾驭超凡力量的方法 也不会告诉卢米安 对此 卢米安只能不断地找机会劝说 求肯 没法抢破 过了十来秒 卢米安站了起来 伸手矫健地走到屋檐边缘 沿木质的梯子爬回了二楼 他散步搬来到奥罗尔的房间外面 见棕色的木门敞开着 便探头往里面瞧了瞧 此时 一身轻便蓝裙的奥罗尔 正坐在窗前书桌后 就这明亮的台灯 埋头写着什么 这么晚在写什么 巫术相关 卢米安抬手按住门飞 开启玩笑 写日记 正经人 谁写日记啊 奥罗尔头也不回 依旧用手里的香槟 金色精致钢笔 书写着文字 卢米安表示不服 罗塞尔大帝 不也有很多日记流传 罗塞尔是他们姐弟 当前生活的 因地斯共和国历史上 最后一位皇帝 他结束了索伦王室的统治 又由执政官加冕为凯撒 自称大帝 他有包括蒸汽机在内的 多个重要发明 找到了通往南大陆的航道 掀起了殖民浪潮 是一百多年前 那个时代的象征 可惜 他晚年遭遇被判 于特里尔白丰宫被刺杀 这位大帝死后 有多册日记流传于是 但都是用别人看不懂 似乎根本不存在于 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字写成 所以 罗塞尔不是什么正经人 被对卢米安的奥卢尔 吃笑了一声 那你在写什么 卢米安顺势问道 这才是他真正想知道的 奥卢尔不深在意地回答道 信 给谁的 卢米安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奥卢尔听下那只雕刻着 精美花纹的香槟金色钢笔 检查起前面的单词和句子 一个笔友 笔友 卢米安有点茫然 这是什么玩意 奥卢尔笑了起来 边顺手 把金色发丝撩到耳朵后面 边教育起弟弟 所以我说 要多看报多读书 别天天在外面玩闹 甚至喝酒 你看你 现在和文盲有什么区别 笔友就是通过报纸专栏 期刊杂志等认识 从未见过面 全靠书信交流的朋友 这样的朋友 有什么意义 卢米安对这件事情 相当在意 他忍不住收回 按住门飞的手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奥卢尔都没交过男朋友 可不能背面 都没见过的家伙给骗了 意义 奥卢尔认真想了想 首先是情绪价值 好吧 我知道你不懂什么是情绪价值 人是社会性动物 是需要交流的 有的事情 有的情绪 我肯定不会 和村里人讲 也不可能告诉你 需要一个更隐秘的宣泄渠道 这种不会见面的比友正好 其次嘛 你也别小看我的比友们 他们之中有好几位非常厉害 也有知识特别渊博的 像这台使用电池的灯 就是一位比友送给我的 没有灯 蜡烛 都太伤眼睛了 不适合晚上写作 不等卢米安再问 奥卢尔抬起左手 向后挥了挥手 快去睡觉吧 我的酒鬼弟弟 晚安 好吧 晚安 卢米安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没有追问 奥卢尔紧跟着又吩咐道 记得帮我把门带上 这场门又开着窗 有点冷 卢米安缓慢合拢了那扇棕色的木门 他一步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脱掉鞋子 坐到床上 朦胧黑暗的夜色里 抵着窗户的木桌 斜放着的椅子 靠着侧面墙壁的小书架 另外一边的衣柜 都映入了卢米安的眼帘 他静静地坐着 陷入了沉思 他一直都知道 奥卢尔有自己的秘密 有许多事情没有告诉过自己 对此一点也不意外 他只是担心 这些秘密这些事情 可能给奥卢尔带来危险 而一旦真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能做得相当有限 他只是一个身体结实点头脑 还算灵活的普通人 一个个想法浮现 又一个个落了下去 卢米安轻轻吐了口气 离开床铺 去灌洗室 简单洗漱了一下 然后 他脱掉夹壳室的棕色外套 将自己扔到了 还没有热起来的被窝里 三月底四月初的山上 天气依旧有点冷 浑浑噩噩噩间 卢米安仿佛看见了一片灰色的雾气 它们弥漫于四周 让远处的事物完全消失不见 卢米安神志模糊地走着 可不管他往哪个方向行进 于灰雾内走了多远 最终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 他的卧室 由铺着白色四件套的睡床 横放于窗前的木桌和椅子 书架 衣柜等组成的卧室 呼 卢米安睁开了眼睛 清晨的阳光透过不算厚的蓝色窗帘 照亮了半个卧室 卢米安坐了起来 正正看着这样的画面 有一种自己还在做梦的错觉 他又做那个梦了 梦到了那片永不消散般的灰雾 他抬手捏了捏两侧太阳穴 无声自语道 最近越来越频繁了 几乎每天都会做 如果不是这个梦 没带来任何不好的影响 卢米安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镇定 当然 他也没带来任何好的影响 真希望这隐藏着什么奇遇啊 卢米安嘀咕了一句 翻身下了睡床 他刚打开房门 来到走廊 就听见奥罗尔房间有声音传出 真巧啊 卢米安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突然 他心中一动 往后退了一步 站到了房门边缘 等奥罗尔卧室的门打开 卢米安迅速抬高右手 捏起太阳穴 脸上浮现出了略显痛苦的神色 怎么了 奥卢尔注意到了这一幕 成功 卢米安在心里喝了声彩 做出努力平复自身状态的样子 我又做那个梦了 他嗓音低沉地回答道 奥卢尔一头金发随意垂着 眉宇间逐渐染上了几分忧虑 上次方案没有作用啊 他想了想到 或许 我该给你找一个催眠师 真正的催眠师 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拥有神奇能力的那种 卢米安故意问道 奥卢尔轻轻点头 以此做出回答 你必有忠地疑问 卢米安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你关心这个干嘛 想想你自己的问题 怎么解决吧 奥卢尔为做正面回答 我不是正在想吗 卢米安于心里嘀咕道 他顺势就说 奥卢尔 如果我成为巫师 成为掌握着超凡力量的人 应该就能解开梦境的秘密 彻底结束它 你不要想 奥卢尔毫不犹豫地回应 他神情温柔了下来 卢米安 我不会骗你的 这条路危险而痛苦 如果不是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不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 我宁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 开开心心的生活 卢米安当即说道 那让我来承受那些危险和痛苦 我来保护你 你只用开开心心的生活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些话 他在心里想过很多次 奥卢尔默然了两秒 笑容呼地绽放开来 你这是在歧视女性吗 不给卢米安重新陈述的机会 他正色说道 没用的 选择了这条路 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好了 好了 我要去洗漱了 你今天在家好好学习 准备六月的高等学校 统一入学考试 你都说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还考什么试 卢米安嘀咕道 他觉得 当前最重要的是 获得力量 而不是做卷子 奥卢尔笑了笑 知识就等于力量 我的文盲弟弟啊 卢米安无话可说 只能目送奥卢尔走入監洗室 下午时分 科尔渡村的广场上 雷蒙德 克莱格 远远就看见卢米安 里蹲在一株榆树下 不知在想些什么 你不是应该在家里学习吗 雷蒙德走了过去 语气里带着明显的羡慕情绪 他是卢米安的朋友 身高一米七差点 综发鹤铜 长相普通 脸旁带着些坨红 卢米安抬起脑袋 笑着说道 奥卢尔不是给你们讲过吗 上吊也要让人喘口气啊 我学了那么久 总得休息一下 他上午不停地在想 自己有没有可能不通过奥卢尔 就获得超凡的力量 这需要寻找 需要线索 需要他主动去调查 想到最后 他觉得村里流传的 涉及神奇力量的那些故事 可能隐藏着某些真实 隐藏着一定的线索 因此特意来这里等雷蒙德 如果我是你 最多休息一刻钟 雷蒙德靠着那株榆树道 我们可没有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姐姐教我们 我明年就要去学牧羊了 卢米安没理睬这句话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把上次讲的那个巫师的传说 再讲一遍 雷蒙德不太明白卢米安的用意 疑惑回忆道 巫师那个 以前村里有个巫师 后来他死了 下葬的那天 从屋外飞来一只猫头鹰 停在床顶上 一直到尸体抬走尸才飞走 然后 棺材就变得很重 足足九头牛才拉动 以前是多久以前 卢米安追问道 雷蒙德愈发茫然 我怎么知道 我是听我爸爸讲的 第四章 牧羊人 那我们去找你爸爸 卢米安刷得站了起来 他向来有行动力 并且非常清楚 调查村里传说 这件事情不能拖 拖久了 就容易被姐姐发现 而姐姐奥罗尔 必然不允许自己继续 这是因为 在奥罗尔眼里 追寻超凡力量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有危险 奥罗尔不会在这点上骗我的 可哪怕前面是刀堆成的 山火组成的海 我也要走下去 不能让奥罗尔一个人去面对 起身的同时 卢米安脑海内 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 每当提及这个世界 越来越危险时 奥罗尔脸上的严肃和忧虑 骗不了人 雷蒙德 克莱格更加迷茫了 找他干什么 问那个巫师的传说 发生在多久以前 卢米安打量了雷蒙德一眼 这家伙 怎么就听不懂人话 看来有必要找机会 测试一下他的智商 雷蒙德脸上写满了疑惑 看着卢米安道 问这么清楚 做什么 啊 是随便找个理由糊弄这家伙 还是直说呢 卢米安顿时陷入了沉思 考虑到自己之后的调查 不可能完全瞒过身边这几个朋友 而追寻传说真相这个理由 本身就像在骗人 传扬出去 也不会有村民相信 卢米安迅速有了主意 他瞬间露出了 平常骗人时的笑容 雷蒙德猛地退了两步 你好好说话 卢米安理了下自己的身色 短上衣和里面的亚麻衬衣 笑着说道 我觉得 那个巫师的传说 很值得思考 哪里值得思考了 雷蒙德想了好一会儿才到 以前村里有个巫师这句话 卢米安正色说道 你想想 我编故事骗人的时候 肯定不会说 大家立刻就能确认的时间 地点和背景 而那个传说很明确地提到 村里 我们科尔渡村 曾经有过一个巫师 这如果是谎言 岂不是很容易就被大家揭穿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雷蒙德反驳道 我指的也是很久以前 这个故事刚开始流传时的大家 他们应该很容易就确认 当时村里是不是死了一个巫师 卢米安微笑说道 这个故事既然能一直流传下来 那就说明它很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 这个理由无法让雷蒙德幸福 可你编故事的时候 也经常会用一百多年前 几百年前 很久以前来让大家无法证实 所以才要找你爸爸确认啊 卢米安一脸这下知道我 为什么要找你爸爸的表情 也是 雷蒙德接受了这个解释 可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两人离开广场 往村庄深处走去时 雷蒙德终于醒悟过来 可你为什么要确认 这么一个传说 是真的还是假的 巫师啊 那可是巫师啊 我们要是能确认 他曾经住在哪栋房屋内 后来被埋葬在了哪里 说不定可以发现他的秘密 让自己也活得超越 普通人的神奇力量 卢米安说着 像是谎言的实话 雷蒙德果然露出了一脸 你不要骗我的表情 那些故事 大部分都是编来吓小孩的 怎么可能是真的 而且 追寻巫师的力量 可是会被投进裁判所的 英帝斯共和国 位于这个世界的北大陆 处于正统地位的神灵 是永恒列阳和争气与机械之神 两者的教会 瓜分了几乎所有民众的信仰 并且不允许 同处北大陆的 鲁温王国的黑夜女神教会 风暴之主教会 费内波特王国的 大地母神教会 伦堡等中南诸国的 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 福萨克帝国的战神教会 进来传教 而永恒列阳教会的宗教裁判所 一向让民众们畏惧 不知多少异端 异教徒被关了进去 遭受残酷的对待 卢米安哈哈笑了起来 你现在担心 这个干什么 你自己也说了 那些传说 绝大部分都是编的 找到巫师遗留的 可能几乎没有 再说 就算真找到了巫师的遗留 我们也不是 一定要继承 那种禁忌的力量 完全可以交给教会 换取他们的奖赏 嗯 作为一个巫师 陪葬品里 肯定有不少财宝 卢米安口中的教会 指的是 永恒列阳教会 因为他们所在的 科尔渡村 没有争气 与机械之神教会 这往往集中在 各个大城市 和有工厂的地方 见雷蒙德 听得怦然心动 卢米安安自责了一声 补了一句 难道 你真的想去当牧羊人 他口中的牧羊人 可不是大城市市民们 认知里 那种田园牧羁般的牧羊人 不是作为家里的一份子 每天早上 赶着几只羊去吃草 照看好他们就行了 科尔渡村所在的 莱斯顿省达列日地区 牧羊人是一份职业 一份注定辛苦 和孤独的职业 他们接受 羊群主人的雇佣 赶着几时 乃至几百只羊 在山区和平原之间 来回奔波 这被称为转场 每当秋季来临 科尔渡村周围 这片山脉的高山草场凋零 牧羊人们 就会驱赶羊群 去山口外面 去远方 较为温暖的平原草场 这往往会越过边界 进入废内波特 伦堡等国境内 到了五月初 他们赶着羊群 回到各个村里 捡下羊毛 给羊羔断奶 六月 他们上山 进入高山草场 住在窝棚里面 边制作奶酪 边放牧羊群 直至天气转冷 就这样 牧羊人们 年复一年的转着场 一生都在跋涉 只有极少量时间 能回到村里 所以 他们绝大部分 都是单身 很难结婚 无法组建家庭 而那么寥寥几个 为了生计 不得不去牧羊的寡妇 在这个群体里 非常受欢迎 雷蒙德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犹豫着开口道 听你的 这件事情 听起来很好玩 可以用来 打发空闲的时间 正常情况下 家里决定好 哪个孩子需要当牧羊人后 就会在他15到18岁间 将他送去某个牧主的家里帮工 学习怎么牧羊 三年后 那个孩子正式成为牧羊人 到处寻求雇佣 今年17岁的雷蒙德 已经找不同的理由 拖延了这件事情两年多 如果之后的生活 像现在这样没有变化 那他明年就必须去学牧羊了 走吧 卢米安拍了拍雷蒙德的肩膀 你爸爸在田地里 还是家里 最近没什么活计 四勋杰又快来了 他不是在家里 就是在酒馆 雷蒙德 再次发出艳羡的声音 你这些都不知道 你果然不是农夫 你有个好姐姐 卢米安双手插兜 慢慢往前走着 没搭理雷蒙德的感叹 快到村里那家 破旧酒馆时 侧面道路走过来一个人 这人穿着 戴风帽的深棕色长衣 腰间系了根绳子 脚下踏着双崭心的 看起来质地柔软的黑色皮鞋 皮埃尔 贝里家的皮埃尔 雷蒙德诧意出声 卢米安也停下脚步 望向侧面那条道路 是我 皮埃尔 贝里 笑着挥了挥手 他体型偏瘦 眼窝略有凹陷 黑色的头发 油腻腻地打着脚 脸上满是胡须 不知多久 没有剃过 你怎么回来了 雷蒙德疑惑问道 皮埃尔 贝里 是一名牧羊人 现在是三月底四月初 他应该在山口外的 平原草场放牧 怎么可能出现在村里 就算他这次转场 去了伦堡 或者费内波特北境 如今也只是刚开始启程 网达烈日 山区返回 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才能抵达 皮埃尔有双温 和带笑的蓝色眼眸 他颇为高兴地说道 这不是四旬节快到了吗 我好几年没参加了 今年怎么也不能错过 放心 我有同伴 抱开着羊群 做牧羊人 就是这点好 没有监工 只要找得到人帮忙 想去哪就去了 非常自由 四旬节 是因地斯各地 广泛存在的一个节日 人们以各种形式 迎接春天的来临 祈求一年的丰收 这和永恒列阳教会 争气与机械之神教会 没什么关系 但已经形成了民俗 且没有崇拜 一交神令的情况 所以得到了正统们的默许 你是想看今年谁被选为春天精灵吧 卢米安笑着打趣道 科尔渡村的四旬节里 人们会选出一位漂亮少女 扮演春天精灵 这是庆典的一部分 皮埃尔跟着笑道 我希望是你姐姐奥罗尔 但她肯定不会答应 而且年龄也不合适 好了 她随即指了指不远处的酒馆 我到教堂做个祈祷 等下请你们喝酒 雷蒙德下意识回应道 不用了 你都没什么钱 哈哈 神灵教导我们 哪怕只有一个童子 也要和穷兄弟们分享 皮埃尔说起达列日地区 牧羊人之间流传的一句谚语 这时 卢米安对雷蒙德笑了笑 皮埃尔发财了 肯定要请我们喝酒 他是指着皮埃尔的背里 那双崭新的皮鞋说的 皮埃尔 背里很是高兴 这次的雇主不错 分了我好几只羊 之后还有一些羊毛 奶酪和皮革 牧羊人们的报酬 有食物 少量的金钱 和分享的牲畜 奶酪 羊毛 皮革组成 具体能拿哪些拿到多少 看事前和雇主签订的合同 是什么样的 而对需要长途跋涉的牧羊人来说 一双好的 合适的皮鞋 是最迫切 也最实际的渴求 看着皮埃尔的背里 走向村里广场 卢米安的目光 逐渐变得沉溺 带上了几分疑惑 他无声自语道 就为了参加四旬节 花费一两周 甚至近一个月的时间赶回来 想了片刻 卢米安收回视线 和雷蒙德走向了酒馆 酒馆没有名字 也不需要名字 科尔都村就只有这么一家 村民喜欢称呼 他为老酒馆 刚进酒馆 卢米安习惯性地环顾了一圈 突然 他的目光在某个地方停顿了 他看见昨晚那个提前离场的外乡人了 荷莱恩 丽雅 瓦伦泰 明显不是一伙的外乡人 这是一位女士 身穿橘黄色的长裙 鹤发微卷地披着 淡蓝色的眼睛 正盯着手里 那杯淡红色的酒精饮料 他美貌慵懒 与地亚婚案的破旧酒馆 仿佛不在同一幕场景里 PS 感谢司空一兵 打赏白银蒙 第五章 排 淡红酒 果然是大都市来的人 卢米安的目光 最终落到了那位女士手中的玻璃酒杯上 淡红酒 是有糖和胭子过的樱桃酿成的烧酒 无论颜色还是口感 都很受女士们欢迎 当然 也可以用别的合适的水果代替樱桃 口感上会略有差异 但不是太大 这是科尔度村老酒馆 能拿出的少数几类上 档次的酒之一 他们之所以会背着 是因为普阿利斯夫人 去过一次省府比戈尔后 就爱上了这种颜色淡红的酒 普阿利斯夫人 是本地行政官兼领地法官贝奥斯特的妻子 祖上是贵族 在罗塞尔大帝时代没了爵位 她同时也是本堂神府纪姚姆 贝内的情妇之一 这是村里知道的人不多 卢米安是其中一个 卢米安收回视线 走向了吧台 那里坐着个单穿亚麻衬衣 和铜色长裤的四十多岁男子 他棕发已不够茂盛 颇为凌乱 眼角 嘴边 额头等地方 因长年的劳作有了些皱纹 这正是雷蒙德的父亲 皮埃尔克莱格 又一个皮埃尔 所以 卢米安才会在丽雅 莱恩等人面前开玩笑说 在酒吧里喊一声皮埃尔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答应 村里的人在讲这些皮埃尔 纪姚姆时 都会加上谁谁谁家的限定词 要不然根本分不清 不少家庭 父亲和孩子还是同名 都叫皮埃尔或者纪姚姆 邻居们只能家老 大 小来区分 爸爸 怎么不去村里广场 和其他人聊天 雷蒙德走到父亲旁边 村里的男人们 最喜欢在广场榆树底下 或者某个人家里聚集 玩头子 纸牌 下棋 讨论各种传闻 到酒馆是需要花钱的 皮埃尔 克莱格端着杯红色的葡萄酒 侧头看了自己第二个儿子一眼 等一会再去 现在广场上 应该没什么人 对了 村里那些男人 都去哪里了 卢米安顿时有些疑惑 刚才在广场时 他没有看到一个人 叔叔 我找你想问点事情 卢米安直截了当地说道 皮埃尔 克莱格一下警惕 新的恶作剧 狼来了 那个故事确实是有现实依据的 卢米安侧过脑袋 是以雷蒙德开口 雷蒙德阻折下语言道 爸爸 你给我讲过的巫师传说 究竟发生在多久以前 酒头牛才能拉动棺材的那个 皮埃尔 克莱格咕噜喝了口葡萄酒 疑惑说道 问这个干什么 这是我小时候 你爷爷给我讲的 科尔渡村所在的莱斯顿省 和邻近的奥莱省 苏西特省 都位于英蒂斯共和国南方 是有名的葡萄产地 这里的葡萄酒 尤其是劣质的那种 非常便宜 某些年景 人们甚至能拿葡萄酒当水喝 雷蒙德听得一阵失望 因为他爷爷早就过世了 就在这时 皮埃尔 克莱格又补了一句 你爷爷说是他小时候亲眼看到的 从那之后 他就害怕猫头鹰 担心会被这种邪恶的生物 带走灵魂 卢米安和雷蒙德的眼睛 同时一亮 竟然真的有线索 那个巫师的传说 居然是某些人亲身经历的事情 爷爷有说过 那个巫师原本住在哪里 后来被抬到哪里埋葬了吗 雷蒙德追问道 皮埃尔 克莱格摇了摇头 谁会关心这个 卢米安见雷蒙德 还想再问点什么 伸手拍了他一下 大声说道 该去河边了 雷蒙德正在追随 卢米安离开 皮埃尔 克莱格突然想起一事 等等 雷蒙德 过两天 你要去当看亲人了 我和你说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看亲人是负责巡逻村庄附近 高原草场和周围田地的 防止有人在进墓 七放墓 或者任由牲畜 破坏青苗 卢米安没有旁听 去了酒馆附属的观喜事 出来时 他特意经过了那位 喝着淡红酒 看不出具体年龄的外来女郎 虽然他不会做搭讪这种事情 但想提前进行观察 搜集好细节 等时机到了 这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 就像他利用莱恩 丽雅等人 撞破本堂神府偷情现场一样 不露痕迹地扫了几眼 卢米安准备绕过这个角落 去酒馆门口等待雷蒙德 就在这个时候 那位穿着橘黄色长裙 气质慵懒的女士 抬起了脑袋 卢米安还没来得及收回的目光 与对方的视线 撞了个正正 一时之间 以卢米安的脸庞厚度 都有些尴尬 他脑海内 随即冒出了一个个念头 我是该学本堂神府 行政官那样 顺势赞美他的美貌 从观察变成搭讪 还是展现青涩一面 匆忙转身离开 他刚拿定主意 那位女士笑盈盈开口了 你最近在频繁做梦 刷的一下 卢米安就仿佛被闪电劈中 整个脑海都变得麻痹 所有的念头都冻结在了那里 也就是一两秒的功夫 他强行笑道 做梦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位女士单手拖着腮布 打量着卢米安 低笑道 身处一片大物的梦 他怎么知道的 卢米安的瞳孔 瞬间放大 神色里多了些许京剧 他虽然经历过不少事情 但毕竟年轻 一时竟有点没法控制自己的表情 冷静 冷静 卢米安一边安抚自己 一边缓和了脸上的肌肉 反问道 你昨晚听完了 我给那三个外乡人讲的故事 那位女士为作回答 从放在旁边椅子上的 橘色手包内 拿出了一叠牌 他再次望向卢米安 微笑道 抽张牌吧 或许能帮你解开 那个梦境隐藏的秘密 这 卢米安又惊又疑 他一时既怦然心动 又高度警惕 他看了那副牌一眼 微皱眉头道 塔罗 那看起来像是罗塞尔大帝发明的 用来占卜的塔罗牌 那位女士低头看了一眼 自嘲一笑道 不好意思 拿错了 他把那22张塔罗牌 塞回中型手包内 重新拿出了另外一副牌 这也是塔罗 但属于小阿卡纳牌 你还没资格抽大阿卡纳牌 我也没资格让你抽 小阿卡纳牌 共56张 由圣杯 全杖 宝剑 新壁四种花色组成 他在说什么啊 卢米安听得一头雾水 这女士看起来又美貌又有气质 但实际表现却不太正常 精神上似乎有点问题 抽一张吧 那位似乎来自大都市的女郎 摇晃起手中的小阿卡纳牌 含笑说道 免费的 试一下不用花钱 反而可能解决 你梦境的问题 卢米安呵呵笑道 我姐姐说过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这句话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那女士想了想到 他把小阿卡纳牌 放到了盛放淡红酒的玻璃杯子旁 接着诱导 可只要你不管怎么样都不付钱 我一个外乡人 哪有能力在科尔渡村 强迫你支付费用 说的没错 抽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好不容易有关于那个梦境的提示 不尝试一下怎么甘心 可这会不会涉及巫师的诅咒 找奥罗尔帮忙 卢米安脑海思绪分成 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那位女郎也没有催她 过了十几秒 卢米安缓慢俯下身体 伸出右手 打散那叠小阿卡纳牌 从中间抽出了一张 权杖七亚 那位气质慵懒的女士 看了眼牌面 那张牌上 一个面容坚毅 穿着绿色衣服的男子 站在山顶 手持一根权杖 对抗着敌人 从山下 攻来的六根权杖 这代表什么 卢米安问道 那位女士笑了笑 自己根据图案解读啊 危机 挑战 对抗 勇气 等等 等等 当然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张牌现在送给你了 命运来临时 你会发现它真正的含义 给我了 卢米安愈发疑惑 这张牌 不会真的下了诅咒吧 那位女士 收好剩余的小阿卡纳牌 端起酒杯 喝光了里面不多的淡红酒 他无视 卢米安的问题 漫步走向老酒馆一侧的楼梯 上了二层 很显然 他住在那里 卢米安本想追赶 可只迈出一步 又停了下来 思绪起伏不定 这真的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牌 他把这张牌送给了我 那副牌 岂不是永远缺少一张 没法使用吗 奥罗尔应该能看出问题吧 这时 雷蒙德找了过来 怎么了 没什么 那外乡人长得真不赖 卢米安随意敷衍道 我觉得 还是你姐姐奥罗尔更好看 雷蒙德随即压低了嗓音 卢米安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我爷爷都去世很久了 急着回家的卢米安想了想到 一是找和你爷爷差不多年纪 还活着的老人询问 二是去教堂翻登记策 呃 这个最后再考虑 想到自己刚破坏了本堂神府的好事 卢米安觉得 最近应该非必要不去教堂 在科尔都村这种 只有一个教会的乡下 由于行政官的手下 人数极少 教堂承担了一部分政府功能 比如 记录丧葬 婚嫁情况 不等雷蒙德再问 卢米安补充道 我们分头看看 符合条件的老人有哪些 明天去问 好 雷蒙德当即答应了下来 半入地势两层建筑内 奥罗尔听完卢米安的讲述 仔细看了那张权杖牌一阵道 确实是很普通的牌 我没有察觉到 诅咒或者其他特异的存在 奥罗尔 呃 姐姐你说 那个外乡人究竟想做什么 他为什么知道我在做那样的梦 卢米安问道 奥罗尔摇了摇头 他既然已经名牌 那相对来说还好 这几天 我会好好观察一下他 嗯 这张牌你先拿着 或许会有些变化 放心 我看着的 好 卢米安努力让自己放松一点 夜晚时分 卢米安将那张权杖牌 塞到了挂在椅背上的衣服内 自己上了睡床 闭眼入眠 不知过了多久 浑浑噩噩的他 似乎又看到了那片灰雾 突然 他整个人打了个机灵 在梦中醒了过来 他感觉自己恢复了清醒 找回了理智 而弥漫着灰雾的梦境 依旧存在 PS 感谢Livi三七 打赏白银盟 第六章 废墟 卢米安下意识环顾了一圈 看见了熟悉的桌椅 书架 衣柜 和睡床 这是他的卧室 但被淡淡的灰色雾气笼罩着 清醒吗 我做了清醒吗 卢米安的瞳孔 瞬间放大 清醒梦指的是 虽然在做梦 但本人保持着清醒时的思考和记忆能力 这是一种相当少见的状态 经过特殊训练的人 可以更高概率的触发 之前 奥罗尔为了解开卢米安挥晤梦境的秘密 帮他彻底消除这个隐患 曾多次用不同方法 创造清醒梦 可都没能成功 而现在 卢米安莫名其妙 就在梦境里恢复清醒了 短暂的震惊错愕后 卢米安找回了思绪 心里想到了一个可能 是那张代表全杖期的塔罗牌造成的 那个女人说过 这张牌 有助于我解开梦境的秘密 所以 它的作用 就是让我进入清醒梦状态 可以真正地探索 这片灰雾 笼罩的区域 嗯 和我之前的印象相比 现在的灰雾 好像淡了很多 很多 念头电转间 卢米安侧过身体 快步来到斜方的椅子旁 双手撑着抵住墙壁的桌子 探头望向窗外 映入他眼帘的 并非他熟悉的场景 这个梦 并没有复刻他生活的科尔度村 纳大尔西伯的灰白雾气下 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座高耸的山峰 它纯粹由棕红色的石块 和红褐色的泥土组成 往天空方向延伸了二三十米 围绕这座山峰的是一圈又一圈建筑 它们或倒塌余地 或被烧得漆黑 让人看不出完好时是什么样子 从卢米安所在的地方望去 它们就像是被破坏的陵墓 以圆环的形式不算整齐地排列着 而整个区域地面坑坑洼洼 碎石众多 没有一根杂草 另外 高空雾气转浓转白 卢米安无从确认有没有太阳 只知道这里异常昏暗 像是只有星光照耀的夜晚 认真观察了一阵 它低声自语起来 这就是梦的全部场景 这个困扰了它很多年的梦 真实状态竟是这个样子 短暂失神后 卢米安思考起更加现实的问题 所谓的梦境秘密藏在哪里 那座山峰上 或者某个被破坏的建筑内 卢米安没有急切地离开卧室 进入那片区域 探索梦境 依旧停留于原地 打量着能够看到的每一个地方 突然 它感觉围绕山峰的那片建筑废墟内 有身影一闪而过 碍于本身所在房屋只有两层 高度不够 而灰雾虽然淡薄 但存在感不容忽视 卢米安一时竟无法肯定自己 是否出现了幻觉 隔了一阵 它缓慢吐了口气 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不要着急 要有耐心 不要着急 要有耐心 看起来 这个梦境真的有不少秘密 它似乎不完全属于我 盲目探索 很可能遭遇危险 嗯 明天一早就去找那个女人 看能不能问到详细的情况 之后再决定怎么做 思绪分成间 卢米安收回了视线 准备脱离这个梦境 安心睡觉 可处于清醒状态的他 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真正醒来 一次次暗示失败后 他躺到床上 努力让自己的思维变得混沌 模拟起以前睡着时的状态 不知不觉间 不知过了多久 卢米安猛地坐起 看见了透过窗帘 渗透入房间内的淡金色阳光 总算醒了 果然 在梦境里睡着 会恢复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然后就能脱离了 卢米安松了口气 无声自语了起来 就在这时 门口响起咚咚咚的敲击声 奥罗尔 卢米安心中一紧 担心出现什么不好的发展 是我 奥罗尔的声音传入了屋内 卢米安翻身下床 快步走到门边 握住把手 往后一拉 门外确实是奥罗尔 他穿着白色丝制睡裙 金色的长发 柔和披在身后 怎么样 他似乎很确定 卢米安是刚刚醒来 卢米安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遭遇 原原本本告诉了奥罗尔 奥罗尔仿佛在思考般点了点头 那张牌的作用 是让你做清醒梦啊 他随即问道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卢米安恩了一声 等下随便吃点东西 我就去找那个女人 看能不能弄到更多的情报 弄清楚她真实的用意 可以 奥罗尔没有反对 他接着又道 我也会写信找人询问你描述的梦境 看那些事物究竟代表着什么 说到这里 他看了卢米安突然紧张的表情一眼 笑容绽放道 放心 我会做一定修饰的 也不会一次抛出全部 循序渐进的道理 可是我教给你的 嗯 和那位女士交流的时候 不要强求 尽量保持友善 这不表示我们害怕她 只是多一个朋友 比多一个敌人强 没问题 卢米安郑重答应了下来 科尔渡村 老酒馆 卢米安刚靠近把台 就冲着兼职酒保的酒馆老板 莫里斯 贝内道 那个外乡女人住在楼上哪个房间 老酒馆本身也是村里唯一的旅店 二楼有六个房间可供住宿 莫里斯 贝内不算胖 也不魁梧 和大部分村民一样 黑发蓝毛 最大的特点是 鼻头肿红红的 这是经常喝酒带来的 她是本堂神府 纪姚姆贝内的族人 但关系并不清静 属于远房堂兄弟 你问这个干什么 莫里斯贝内好奇反问 那种大都市来的女人 会看得上你这种乡下徒劳 她脸上带着明显的探究表情 对男女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有着浓烈兴趣 你自己不也是乡八佬 赤脚汉 卢米安嗤之以鼻 然后随便编了个理由 那个女人昨晚丢了东西 我今早发现了 给她送过来 是吗 莫里斯 贝内对卢米安的信用表示怀疑 这家伙十句里面有八句是编的 不然呢 你觉得她能看上我 卢米安理直气壮 也是 莫里斯贝内被说服了 他在靠近广场的那个房间 灌喜室对面 目送卢米安走向楼梯后 这酒馆老板边擦拭酒杯 边小声嘀咕起来 也不是不可能啊 某些时候 人都想尝试新口味 他嘀咕的声音刚好让卢米安听到 酒馆二楼 卢米安于昏暗的过道里 找到了唯一的灌喜室 然后看见对面那扇暗红色木门的黄铜色 把手上挂着一个白色的纸质牌子 上面用阴地思语写道 正在休闲 请勿打扰 卢米安低头看了几秒 没有急匆匆地上前敲门 反而退了两步 以墙而战 他打算在这里 等待那位女士出门 以前的流浪生活教会他 机会出现时 必须无比果断地做出尝试 尽力把握 不能有半点犹豫 不能思前想后 不能在意面子 不能懦弱胆怯 否则机会必然流失 自身将陷入更加悲惨的恶性循环 而机会没有出现时 要耐心 要坚持 要克制住一切不适的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卢米安站在那里 没有半点烦躁 如果有旁观者在这里 如果不是他偶尔会动下手脚 恐怕会将他当成一尊雕像 终于 那扇门吱压一声打开了 那位女士换了条浅绿白边的长裙 褐色的头发与脑后蓬松扎起 他用淡蓝色的眼眸扫了卢米安一秒 又低头看了看房门把手上的纸质牌子 笑着问道 等了多久 他对卢米安出现在这里一点也不惊讶 卢米安往前走了一步道 这不重要 他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和 显得不那么极浅 你有什么想问的 那位女士相当直接地说道 就在这里 卢米安左右看了看 那位女士微笑回答道 你要是不在意 我也不建议 卢米安其实已经观察过 本来野猪这个地方的莱恩 丽雅等人此时似乎不在 酒馆二楼除了自己和面前的女士 没有别的人 他组织了下语言道 那个梦境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那位女士失声笑道 这应该由你来回答 而不是问我 他顿了一下又道 我只能告诉你 你可以在那里 获取到某些超凡力量 超凡力量 卢米安先是心中一动 随即疑惑问道 梦里得到的超凡力量 有什么意义 它又不会影响到现实 那位女士笑了笑 在超凡领域 一切皆有可能 也许 真能影响吗 我苦苦追寻的超凡力量 以这种方式 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 卢米安沉默了 那位女士收敛住表情 正色补充道 我要提醒你一句 那里充满危险 在那里死去 你将彻底死亡 探索那个梦境出现意外 会导致现实的我 跟着死亡 卢米安不能理解 但选择相信 这一世 困扰她好些年的灰雾梦境 看起来确实比较特殊 二世姐姐奥罗尔说过 小心无大错 宁愿把问题看得困难一点 把后果想得严重一点 也不能轻视 大意 隔了几秒 她开口问道 如果我不探索呢 会有什么后果 理论上来说 不会有什么后果 没人强迫你 那位女士想了下道 但我不确定 随着时间的推 她会不会发生变化 而只要出现变化 情况变坏的可能性 远远高于变好 高多少 卢米安追问道 90%相比10% 不 99.99%相比0.01% 那位女士严谨地补了一句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 你可以不信 卢米安顿时陷入了挣扎 脑海内念头分涌 我最近越来越觉得 那个梦境是隐患 放任不管是最差的选择 可真要探索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出现意外的可能非常高 等奥罗尔从她那些比友那里 打探到一定的情报后 再做尝试 那样一来 奥罗尔肯定不会同意 我借探索梦境的机会 获取超凡力量 我调查传说真相 不就是在寻求超凡力量吗 那太危险了 真的会导致死亡 要不 先在梦境废墟的边缘 做初步探索 不冒险深入 这也相当于在搜集情报 嗯 可以把刚才那些对话告诉奥罗尔 但不能提有获取超凡力量的可能 一个个想法沉淀后 卢米安望着对面的女士 沉深问道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给我那张塔罗牌 为什么要给我探索 那个梦境的机会 那位女士微微一笑 等你解开了梦境的秘密 我再告诉你 PS 感谢昨日依然打赏白银盟 第七章 纳罗卡 离开老酒馆后 卢米安站在夯土道路上 犹豫着该去哪里 上午的阳光洒落 带着点微凉 就在这时 雷蒙德克莱格 从侧方过来 我正想去找你 有什么事情吗 卢米安恢复了正常 故意问道 雷蒙德一脸诧异 你忘了 我们今天要去找和我爷爷年纪差不多大的 还活着的老人问巫师传说的事情 卢米安抬手按住脑袋 一脸痛苦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或者你出现了幻觉 雷蒙德又惊又怕 正要回忆细节 确认昨天之事 是不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忽然看见卢米安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你这个混蛋 又在恶作剧了 雷蒙德忍不住骂道 骂得真没有力度 卢米安嘖嘖感叹 阿娃都比你会骂人 阿娃利奇耶是科尔渡村一个漂亮少女 如今是木额女 她父亲季妖母利奇耶是鞋匠 擅长利用牧羊人们提供的皮革制作皮鞋 在周围几个村庄都比较有名 阿娃 雷蒙德神情有所变化 她随即望向卢米安 阿娃是我们的朋友 对吧 是的 卢米安笑着点头 他们三个再加上贝里家的季妖母 阿娃的堂妹阿泽玛利奇耶 是经常在一块玩的年轻人 为什么不让阿娃也参与我们调查传说真相的事情 雷蒙德提出了建议 你知道的 他父亲总是说为什么女人出嫁 必须给一份财产 多少不错的家庭就这样败落了 这让他很不安 如果能在调查中获得一些财宝或者奖赏 他应该会放心不少 我听村里好几个家庭的男主人说过类似的话 包括本堂神府 他们恨不得自己的兄弟也永远在家 哪怕结婚也不单独出去建立家庭 那需要分给他们应得的财产 卢米安笑着看了雷蒙德一眼 故作随意地说道 所以很多家庭倾向于让其中一个孩子去当牧羊人 这样他既基本不会结婚 又有一定的收入 大部分时候能养活自己 雷蒙德的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这个问题 他还真没有想过 这也是他喜欢和卢米安混在一起的原因 虽然村里大部分人都说 这家伙性格恶劣 喜欢骗人 恶作剧 但他的见识真的超过了同龄所有人 不像自己 懂得不多 整天浑浑噩噩 只能听从家里的安排 知道了就好 卢米安按道一声 把话题拉回了正轨 现在来不及了 我们得抓紧时间问人 明天再去找阿娃 嗯 之后还可以让小季姚母和阿泽玛也参与 这除了可能带来收获 还是一场有趣的活动 能锻炼我们的能力 让小季姚母和阿泽玛也加入啊 雷蒙德有点不情愿 分奖赏的人越多 自己得到的越少 而最重要的是 那样一来 自己就找不到讨好阿娃的机会了 卢米安看着这家伙 目光里多了几分词合与怜悯 傻孩子 你以为阿娃能看得上你 他眉毛高着呢 只想嫁到好人家 他明明对我这个恶人有一定好感 都能控制住自己 在达列日地区的俗语里 眉毛高的意思是 眼光高 看不上一般人 我姐姐说过 人多力量大 卢米安简单解释了一句 都有哪些老人需要拜访 你没去调查 雷蒙德诧意反问 出了那张全账牌的事情 我哪有精力去询问 卢米安笑道 我当然调查了 现在是想考验你 搜集情报的能力 雷蒙德没有怀疑 村里还活着的 一共有九个老人 和我爷爷年纪差不多 或者更大一点 分别是 六个女性 三个男的 女士们果然更长寿 卢米安安静听完 想了想到 后面两个不用去拜访 他们是外村人 嫁到这里来的 嗯 我们先找纳罗卡问 她年纪最大 巫师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很可能已经成年 纳罗卡本名不是这个 这是对她的尊称 在莱斯顿省 家是显赫 或者作为实际家长的已婚女性 有权获得夫人这个称号 具体是在名字最后加一个A 表示女性 同时与名字前面灌纳 也就是夫人 女主人的意思 普阿利斯夫人 一是家族败落已久 二是在家里 得听从行政官贝奥斯特的话 所以不能灌纳加A 只能用单独的夫人词汇来称呼 纳罗卡的丈夫早逝 自己承担起了整个家庭 即使在两个儿子成年 结婚 生子 自身老慢后 也依旧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 这种现象在科尔渡村相当少见 绝大部分情况下 男性才是主导 没有父亲的家庭 孩子一旦成年 会很自然地 就从母亲手里 拿回管理整个家的权利 好 雷蒙德没有疑问 绕过几栋建筑后 卢米安看见四个老妇人 坐在一栋两层房屋前 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随意聊着天 与此同时 坐得很近的他们 还给彼此捉着身上的狮子 显得相当悠闲 在英蒂斯共和国的乡下 互相捉狮子 是拉近关系 表示亲热的娱乐活动 现在去问 雷蒙德有点犹豫 他怕自己两人追寻传说真相的事情 传扬出去 再等等 卢米安沉重点头 据他所知 村里许多流言 都是通过这样的聚会产生 并一层层传播开来的 过了好一阵 另外三位老妇人 因为家里还有活计 相继离开了 上午好 纳罗卡 卢米安当即走了过去 纳罗卡以白发苍苍 眼眸略显浑浊 他穿着粗不制成的深色长裙 双手仿佛覆盖了一层鸡皮 脸庞有着明显的斑块 奥罗尔什么时候出来聚会啊 村里很多人想着他 纳罗卡看着卢米安 笑明尼问道 很多男人是吧 卢米安进入了你说你的 我说 我的状态 一脸好奇道 纳罗卡 听说你见过真正的巫师 九头牛都拉不动棺材的那个 纳罗卡的表情 微有变化 谁告诉你们的 他爷爷夜里回来告诉他的 卢米安开始胡扯 纳罗卡愣了愣 灵魂真能回家吗 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爷爷在世的时候 讲过 雷蒙德见不得卢米安骗老人家 纳罗卡竟有点失落 隔了好一会儿才到 那个人死之前 我们谁都不知道他是巫师 他表现得很正常 就像你们不知道 奥罗尔是巫师一样 卢米安在心里回了一句 直到他突然死去 那只猫头鹰飞来 那罗卡陷入了回忆 他后面讲的和传说基本一致 卢米安进一步道 那个巫师当时住在哪里 那罗卡看了他一眼 就是你和奥罗尔现在住的地方 那个巫师下葬后 当时的本堂神府 带着几个人拿走了值钱的东西 烧掉了那栋房屋 有那么二三十年 都没人敢靠近那里 后来 这件事情逐渐被忘掉了 再后来 奥罗尔来了 买下了那块土地 重新建了房屋 就是我们家 卢米安心中一惊 这个答案 完全出乎他预料 转瞬之间 他想到了一些 平时忽略的问题 以奥罗尔赚钱的能力 以他隐藏的超凡能力 他为什么要到科尔度村 这么一个乡下定居 无论是神府比戈尔 还是仿制中心苏西特 首都特里尔 都是更好的选择 就算想挑环境好 空气不错的地方 那些大都市也有 一定的区域可供选择 奥罗尔曾经说过 最好的隐藏 是藏在大城市里 卢米安思绪翻滚 难以平静 他今天才知道 奥罗尔选的那块地 修建房屋的那块地 曾经属于一位巫师 那个巫师被葬在哪里 旁边的雷蒙德 忍不住问道 房屋里的财产 是没指望了 只能看巫师的遗体 有没有特殊 那罗卡好笑说道 那么大的是 肯定会惊动本堂神府 当时大家用九头牛 把棺材拉到了 教堂旁边的墓园里 由本堂神府举行仪式 进行了进化 最后还把尸体 烧成了灰烬 挖了个洞埋掉 这样啊 雷蒙德难掩失望 你们问这些 想干什么 那罗卡端向了 他的表情一阵 开口问道 卢米安笑了一声 说着更像谎言的真话 想找到巫师的宝藏 年轻人 不要总是幻想 那罗卡告诫了一句 好的 卢米安表现得 很是乖巧 他和雷蒙德 告别那罗卡 走上了前往 村里广场的道路 没指望了 卢米安 这是没指望了 绕过一栋建筑后 雷蒙德沮丧开口 确实 该烧的都烧了 该被拿走的 都拿走几十年了 卢米安点了点头 因为梦境之事 出现了契机 所以他相对 不是那么失望 雷蒙德赞同道 是啊 整个传说里 只有那只猫头鹰 还没被毁掉 猫头鹰 卢米安眼睛一亮 将目光投向了 村外的山林 雷蒙德打了个寒战 赶紧补充道 但这么多年过去 他肯定早死了 他非常害怕 接触猫头鹰 这种邪恶的生物 在英帝斯南部 猫头鹰 夜鹰和乌鸦 都被认为是不祥的 邪恶的 为魔鬼效力的生物 经常会带走 人类的灵魂 或者带来厄运 第八章 猫头鹰 卢米安也只是 突然产生了 那么一个灵感 并不是真的想去做 先不提事情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猫头鹰的生命 又比人类短暂的多 在巫师死时飞来的那只 应该早就腐烂成泥 光是这片山里 猫头鹰的数量 就让卢米安 没有追踪下去的欲望 太多了 那只猫头鹰 又没有明显的特征 传说故事里 那只猫头鹰 没有具体的形象 纳罗卡刚才也没讲 我们问的 还是不够仔细啊 卢米安回过神来 对雷蒙德笑道 与巫师有关的猫头鹰 说不定能活一百年 见雷蒙德愈发害怕 他宽慰道 放心 这是最后的选择 我可不想面对一个怪物 我们再找别的老人问问 或许有纳罗卡 忽略掉的关键线索 他随即用蛊惑的口吻道 如果我是巫师 我绝对不会把 所有的财宝都带在身边 或者放在家里 我肯定会分一部分 藏在某个地方 免得被裁判所突然袭击 什么都来不及拿 必须立刻逃亡的时候 钱袋空空 永恒列阳教会的宗教裁判所 其中一个重要职责 就是消灭所有的巫师 女巫 乡夜间广泛流传着 他们的分工伪计 对啊 雷蒙德重又振奋 他一脸向往地说道 可惜啊 过去太多年了 教会搜去的那些财宝 肯定早花完了 小伙子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啊 卢米安打趣道 两人继续拜访起 莫里加的老皮埃尔 纳菲尔里亚等老人 虽然他们的回答 和纳罗卡差不多 但有了经验的 卢米安和雷蒙德 还是问出了更多的细节 比如 那只猫头鹰属于大中型 和它的同类基本一样 嘴巴尖尖 脸型似猫 褐色羽毛 散坠细斑 棕黄的眼白 黑色的毛子 但它的体型 比类似的猫头鹰 还要大一圈 而眼睛似乎能转动 不像同类那么僵硬 看起来呆呆的 在所有的描述里 这些不同 让那只猫头鹰 显得更为邪恶 现在看来 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通往村里广场的道路上 卢米安对雷蒙德说道 我们只能把重点 放在别的传说上 嗯 雷蒙德已不像 刚开始那么受挫折 选哪个 这家伙又积极又卖力啊 卢米安按赞一声 准备给雷蒙德一点奖励 他点了点头道 回去认真想想 明天再讨论决定 下午我教你格斗技巧 好 雷蒙德因这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高兴 奥罗尔可是非常能打的 要不然怎么对付得了 村里某些野蛮粗鲁的男人 他的弟弟应该也不差 告别雷蒙德·克莱格 卢米安拐上了 通往自己家的小路 走了一阵 他看见迎面过来几个男子 为首者正直壮年 个子不高 一米七不到 身上套着白色的长袍 头部留着浅浅的黑发 他气质威严 五官只能说端正 鼻尖微勾起 望着卢米安的蓝色眼眸内 是毫不掩饰的 厌恶和恶意 这正是永恒列扬教会 驻科尔渡村的本堂神府 纪瑶姆贝内 我等你好一会儿了 纪瑶姆 贝内沉声说道 你是故意把那些外乡人 带到教堂呢 我以为你在里面睡觉 卢米安边强行解释 边悄然往后退步 他认得出来 纪瑶姆贝内身旁站着的 是他的弟弟彭斯 贝内 这家伙三十出头 身形健硕 为人霸道 喜欢欺负村民 另外几个 则是跟随他 和本堂神府的打手 见卢米安后退 纪瑶姆贝内 对彭斯使了个眼色 彭斯 贝内宁笑着上前 混蛋小子 过来认识 认识你爸爸彭斯 话音未落 他已是加快脚步 扑向卢米安 另外几名打手一人 在科尔渡村这种乡下地方 讲道理 是镇不住人 也换不来道歉的 直接而强势地处理 才让人敬畏 这一点 本堂神府 纪瑶姆贝内非常清楚 也习惯如此做事 所以 一确定那些外乡人 是卢米安带到教堂的 他就决定 把这小子抓起来 狠狠揍一顿 揍到他一个月都起不了床 揍到有人 替他补偿自己 当然 得避开奥罗尔 至于法律 只要和行政官兼领地法官 贝奥斯特说一声就好了 城里的治安官 可不会 为了打架这么点小事 专门跑到乡下来调查 而贝奥斯特作为外来者 在没有极大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是不会得罪 自己这个本地出生的神府的 让纪瑶姆贝内 感觉幸运的是 自己和行政官的妻子 普阿里斯夫人偷情的事情 那几个外乡人 没有往外宣扬 对方暂时还不知道 他们快 卢米安更快 彭斯刚开口说话 他就转过身去 狂奔了起来 他对本堂神府 这伙人的秉性和行事风格 可是相当了解 曾经有村民 向城里的永恒列阳教堂告密 说纪瑶姆贝内不仅有多个情妇 而且克扣信众对永恒列阳的奉献 在村里肆意欺负他人 完全不像一个神职人员 后来 一个下午 这个村民不知怎么就摔死了 登登登 卢米安跑得刮起了一阵风 等等你爸爸 彭斯一边喊一边追 速度静也不慢 那些打手同样紧跟着 冲出小路 卢米安没有沿大道奔逃 直接闯入了最近一户人家 那户人家正在兼职客厅的厨房准备午餐 突然就看见这么一个人跑了进来 嗖的一下 卢米安绕过他们 从厨房后面的窗户翻了出去 彭斯等人追进来的时候 房屋的主人已回过神来 起身拦截并开口询问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老东西让开 彭斯恶狠狠地将男主人推开 却也耽误了一点时间 等他们追到窗边 翻出去时 卢米安已奔入了另外一条小道 又追了一阵 他们彻底失去了卢米安的身影 该死的野狗 彭斯往路旁吐了口轻弹 半入地式的两层建筑外 卢米安平复了瞎呼吸 若无其事地开门进屋 1234 2234 一阵有规律的喊声 传入了他的耳朵 卢米安往厨房 另外一侧的空旷地方望去 看见奥罗尔金发扎成马尾 穿着亚麻色衬衣 和偏颈的白色长裤 小羊皮做得深色短靴 在那里蹦蹦跳跳 满头是汗 科尔都村的习俗是 一楼绝大部分区域为厨房 是整个家的核心 烹饪在这里 享用食物也在这里 和客人聚会同样在这里 又在锻炼身体啊 卢米安对此类场景早已熟悉 一点也不惊讶 奥罗尔经常会做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问了也不说理由 至少锻炼身体是件好事 而且还挺好看的 卢米安靠拢过去 安静旁观起来 过了一阵 奥罗尔停止运动 弯腰关上了使用电池的黑色录音机 他接过卢米安递来的白色毛巾 边擦拭额头的汗水 边吩咐道 你今天下午记得学格斗 又要读书 又要学格斗 你对我的要求 会不会太高了 卢米安随口诉苦 奥罗尔瞄了他一眼 笑音音道 你要记住 我们的目标是 道德 智力 体魄 美学鉴赏 劳动能力全面发展 他越说越是高兴 似乎想起了什么美好的回忆 或者好玩的事情 道德未经不及格了 卢米安无声嘀咕了一句 他转问道 学哪种格斗 他不解的事情之一就是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奥罗尔 竟然是格斗高手 掌握着许多流派的格斗术 每次都压制得自己还不了手 奥罗尔认真想了想 略微前倾身体 半仰脸孔 望向卢米安的眼睛 他随即黑黑一笑 大声说道 防茫术 啊 卢米安差一道 这不是女孩子学的吗 奥罗尔站直身体 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 与众心肠地说道 男孩子出门在外 也要保护好自己 谁说男孩子 不会遭遇色狼的 他嘴角流泻的笑意 逐渐无法掩饰 弄不清楚 姐姐究竟是在开玩笑 还是真打算这么做 卢米安只好不说话 拿回那张白色毛巾 走向楼梯 突然 他脚下一颈 似乎办到了什么东西 整个人猛都往前摔去 半空之中 卢米安慌忙收紧腰腹肌肉 伸出手臂 按了下旁边的椅子 然后一个翻身 勉强安稳着陆 奥卢尔收回伸出去的脚 则则笑道 格斗的药益之一是随时观察环境 不能有半点疏忽 记住了吗 我的菜鸟低点 刚才 他的右手本来已经抓到了卢米安的背心 但见对方控制住了身形 又收了回来 这不是太信任你了吗 卢米安嘀咕道 他仔细想了想 又觉得这方面的信任毫无意义 自己不知在奥卢尔面前 吃了多少类似的亏了 奥卢尔咳嗽了一声 收敛住表情 和那个女人聊得怎么样了 卢米安把对话大概说了一遍 莫了道 我打算等你的朋友们给了回信 再考虑探索梦境的事情 明智的选择 奥卢尔满意点头 卢米安插开了话题 中午吃什么 早上的吐司还有剩 我再给你烤四块小羊排 奥卢尔想了想道 你呢 卢米安追问道 奥卢尔随意说道 我就一个松露竹鸡丝 然后再加个奶酪洋葱汤 我上次试了下 发现还挺 他话未说完 整个人突然僵主 下一秒 他抬起了双手 想要堵住耳朵 脸上的肌肉逐渐扭曲 这让他的美貌变得有些猙獰 卢米安静静看着 眼里满是关切和担心 过了一会儿 奥卢尔长长地吐了口气 恢复了正常 他额头又满是汗水了 怎么了 卢米安问道 奥卢尔笑了笑 耳鸣又发作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这老毛病 卢米安没有追问 转而说道 嗯 那我来做午餐 你好好休息 每当这种时候 他想要获取超凡力量的念头 就越发迫切和坚定 第九章 杂志 夜晚 应付完来借烤炉的邻居 卢米安上至二楼 进入了充当书房的那间屋子 在科尔都村 许多贫穷人家没有烤炉 也没有大的那种造炉 当需要烤面包 或者熏肉的时候 只能去别人家借 当场使用 这件事情上 奥卢尔一向开明 很是宽容 谁来借都可以 只是要支付相应的燃料费用 或者自带煤炭 木材等 此时 他已换好了 那身白色丝制睡裙 正蜷缩在一张安乐椅内 就着书桌上 那盏使用电池的明亮台灯 专注地看着手里的书籍 卢米安没有打扰他 随意地从书架里 抽出本教宝的图书 坐到了角落的椅子上 隐秘的面纱 这是什么杂志 卢米安描了眼 满是奇怪符号的封面 心中泛起了疑惑 他快速翻了一下 越看越是震惊 这本杂志讲的是 人类灵魂的存在形式 讲的是万物有灵 讲的是通过隐秘的方式 和不同的灵沟通 得到不同的帮助 哪怕信仰一点也不虔诚 哪怕只是随大流的 进永恒列阳的教堂 做些祈祷 偶尔参与弥伊萨 卢米安脑海内 也难以遏制地 闪过了两个词语 亵渎 禁戒 虽然奥罗尔作为一名 只要暴露 肯定会被宗教裁判所 抓去烧死的巫师 家里有类似的书籍 很正常 但卢米安明明看到 这本杂志印有 政府的出版许可 这种东西 是能光明正大出版的吗 不是说 出版审查 一直很严格吗 或者 这是伪造的许可 卢米安抬起头来 望向奥罗尔 开口问道 这是违禁杂志 奥罗尔将目光 从书籍上抽离 描了弟弟那边也 不慎在意地说道 以前是 属于地下文学 后来不知怎么 就通过审查 正式出版了 永恒列阳教会 竟然也不管 就那样默许了 文学 卢米安对姐姐的用词 不是太理解 这当然是文学 你不会当真了吧 奥罗尔笑了起来 如果写的是真的 你觉得 他还能出版吗 你如果照这上面的方法做 除了让自己精神虚弱 变得神精致 不会有额外的收获 嗯 偶尔会有点真东西 可没有相应仪式 语言的情况下 怎么尝试都白费功夫 这是一位专业巫师的评价 好吧 卢米安难掩失望 我只是奇怪 这居然能出版 奥罗尔鼓了下腮帮子 仿佛在认真思考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可能是最近这几年 各地灵异 呃 涉及超凡因素的现象越来越多 无法全部隐瞒住 带来了一定的思潮 政府想让大家稍微有点了解 所以放松了 对类似书籍的管控 在特利尔更流行的是通灵 莲花 奥义 三本杂志 我书架上都有 你如果感兴趣 可以找来看看 以后去酒馆编故事 也能编得更像那么回事一点 嗯 卢米安确实很感兴趣 与此同时 他再次于心里感慨 奥罗尔的藏书 真是丰富多样啊 正是靠着这些书籍 和奥罗尔时不时的讲解 他这个诗学青年 才能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 这片大陆这个国家 有足够的了解 这个世界有南北两块大陆 中间隔着飓风肆掠 航行艰难的狂暴海 至于传说中的东大陆和西大陆 目前无人抵达 没谁能确定 他们究竟存在 还是不存在 卢米安和奥罗尔生活的 因地斯共和国 位于北大陆中部 西陵迷雾海 北街福萨克帝国 东边隔着霍纳契斯山脉 和鲁恩王国相望 南边接壤的国家 依次排开是费内波特王国 伦堡和马西 在费内波特王国和鲁恩王国之间 还有塞加尔等小国 他们与伦堡 马西并称中南诸国 共同点是 都信仰知识与智慧之神 南大陆已沦为 北大陆诸国的殖民地 无论拜朗帝国 还是帕斯王国 哈加提王国 或者别的国家 都失去了大部分自主权 当然 反抗殖民的浪潮 从未断绝 除了南北大陆之间的狂暴海 因地斯共和国以西的迷雾海 还有鲁恩王国以东的苏尼亚海 福萨克帝国北边的北海 南大陆以南的极地海 他们并称五海 而北大陆诸国中 鲁恩王国综合实力最强 其次是因地斯共和国 在上次战争里输掉的福萨克帝国 落到了第四 费内波特王国上升至第三 中南诸国里 伦保最为强盛 比起科尔都那些 只知道因地斯共和国 费内波特王国和伦保的村民 卢米安堪称地理学家 当然 这还是因为 科尔都村的牧羊人们 需要转场去临近的 费内波特王国和伦保 才对这两个国家 有一定的了解 换作达列日地区 北部乡村的民众 除了周边的村落 镇子和城市 他们只说得出来 特里尔 苏西特等本国大都市 有的时候 卢米安真的很疑惑 奥罗尔怎么能掌握 那么多的知识 他学习的所有教材 都是奥罗尔编的 练习的卷子 全部是奥罗尔出的 平时看的书籍 但凡有什么问题 奥罗尔也都能解答 更为重要的是 他还掌握着各个流派的格斗术 这简直不像是一个 二十多岁的女孩 能做到的事情 有的人活了五六十年 都积攒不了如此多的知识 难道这些是做 真正巫师的基础条件 卢米安又一次抬头 望向奥罗尔 奥罗尔一边看书 一边用手指头 轻轻拍着自己的脸颊 毫无学者和巫师的样子 看什么 奥罗尔察觉到了他的目光 你上次说 我有参加高等学校 统一入学考试的知识储备了 卢米安插开了话题 奥罗尔想了下道 理论上 你能考入任何一所大学 但我没参加过那个入学考试 不敢确定具体的出题范围 罗塞尔真是害人不浅啊 哎 这也是好事 毫无疑问 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 是罗塞尔大帝执政时弄出来的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奥罗尔突然想起一事 望着卢米安 微笑问道 今天怎么没去酒馆编故事 我又不是真的酒鬼 卢米安摇晃其手里的杂志 在家里看书 也是很好的娱乐方式 而且还能让我心情平静 状态放松 他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奥罗尔点了点头 看着卢米安那个角落道 怎么坐那么远 你这是在半可怜 弱小 无助吗 过来吧 晚上看书 需要很好的光线 要不然会伤害到眼睛 奥罗尔奇奇怪怪的话语 真的好多 我虽然听得懂 可怜 弱小 无助这三个单词 分别是什么意思 可放在一起就很古怪了 不像是正常的用法 卢米安早已习惯奥罗尔这样的表现 提上椅子来到了书桌旁边 明亮的台灯前 他和奥罗尔一左一右 安静地看起书籍 时不时聊上几句 呼吸声 书液翻动的声音 窗外时而刮过的夜风 舒缓而平和 和奥罗尔呼到了晚安 卢米安回到了自己房间 他脱掉外套 依旧将他挂在椅背处 没试图将全杖牌带到床上 这是怕引起奥罗尔的怀疑 毕竟姐姐说过会时刻照看他 卢米安正要迈开步伐 走向睡床 突然心中一动 停了下来 他眼眸转了转 将灌常斜斜摆放的椅子 调整到了正对窗户 然后 他上了床铺 熄灭了旁边柜子上的煤油灯 正常入睡之后 不知过了多久 卢米安猛的一个机灵 恢复了清醒 他又一次看见了 弥漫着淡淡灰雾的卧室 一有心理准备的卢米安 冷静地环顾了一圈 发现了一件事情 自己睡前特意摆正的椅子 在梦里依旧是斜放着的 保持着以往的模样 也就是说 梦境里的卧室 并不是严格对应现实 它可能来源于 我潜意识最深处的印象 虽然不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但卢米安觉得 是需要记住的点 他来到窗边 双手撑着桌子 望向了外面 那座由棕红色石块 和红褐色泥土 组成的山峰 以及围绕着 他的一圈圈倒塌建筑 再次映入了他的眼帘 这里安静到死寂 时间飞快流逝 卢米安犹豫了一阵后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今晚做出步的 一定的探索 以往的流浪生活 让他有骨很近 他没立刻下楼 进入废墟 而是打开柜子 开始夹衣服 这并非他觉得冷 而是以这种方式 提高一点防御能力 套上棉衣 棉裤 披好皮革 制成的夹克后 卢米安活动了下身体 觉得不能在家了 在家会明显影响到 自身的灵活 这更重要 适应当前状态中 卢米安脑海内 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这是我的梦啊 我想要什么 不就会有什么 抱着尝试的心里 他开始低声自语 我要一件胸甲 一把手枪 我要一件胸甲 一把手枪 弥漫着淡淡灰雾的房间 毫无变化 看来不行啊 这个梦果然特殊 卢米安平复好失望的情绪 打开卧室的门 踏入了走廊 这里没有灯光 昏尘而暗淡 卢米安相继打开了 奥罗尔的卧室 和书房的门 里面的布置 和现实略有区别 但大体一致 最大的不同是 那两幕场景 都没有奥罗尔 仿佛定格在了一片灰色里 一楼同样如此 卢米安开始搜寻防身的武器 以他对家的熟悉 很快有了两个选择 一是前端用钢铁打造而成 仅两米长的叉子 用奥罗尔画说 只要目标没有远程武器 这东西绝对好用 效果绝对出众 二是较为锋利的铁黑色手斧 成年人的答案是 全都要 卢米安莫名想起了 奥罗尔常说的一句话 但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今天是做初步的探索 需要的是隐蔽 小心 近乎前行 而戴上那么长的一件武器 肯定会拖累到他的行动 让他很容易就暴露 卢米安缓慢吐了口气 弯下腰背 拿起了那把斧头 他随即支起身体 于淡淡的挥雾里 一步步走向门口 无声无息间 他拉开了大门